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老公 我把人家车给撞了 什么车 我也不认识 上面有一个字母 字母 比亚迪 没事 我马上就到 不是 宝马 我说你这个女人真不让我省心啊 好像也不是 这上面好像有一个小银人 银色的小人 我也不知道 我给你视频看一下吧 我去 劳斯莱斯 咱俩离婚吧 喂 老公 老公 丽阳 丽阳 哦 静静啊 吓死我了 我以为车主来了呢 丽阳 你这怎么了 哎呀 我这不是把人家车给撞了吗 这车好像还挺贵的 怎么办呀 静静 静静 要不你帮我在这儿盯一会儿吧 我这面试忙就要迟到了 可是 我婆婆还在医院呢 没事 帮她一下吧 静静 你在这儿帮我等人家车主过来 等我面试完 我就来赔她钱啊 哎 没事 你的学历和工作经验我都还挺满意的 淡总 我会努力工作的 等你实际期一过 我就给你转站 哎 淡总 你看 丽阳 你终于来了 我们都等你好久了 淡总 这是你的车吧 对 是我的车 淡总 我看到他们两个把您车给撞了 幸亏我聪明 把他们两个给留下来了 这车是你们撞的 不不不 不是我们撞的 丽阳 你快帮我解释一下呀 解释 有什么好解释的 就是他们撞的 我亲眼看到的 车明明是你撞的 为什么血口喷人呀 丽阳 明明是你让我们在这帮你等车主 你现在怎么反咬一口呢 丽阳 你们认识啊 她是我同学 从小就不学好 家里没钱 竟干件偷心摸口的事 你 你什么你 淡总 就是他们 一定要他们多赔点 喂 妈 咱妈 喂 妈 我这边有点事情 医药费我马上凑齐 你不要担心 你千万不要担心 事情处理完 我马上去医院 老板 你这车真不是我们撞的 况且 我们也没钱陪你 我老公因为胳膊的原因 这些年一直没办法工作 我婆婆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 连手术费都没有凑齐呢 少在这装可怜 要不是我机灵 你们早就跑了 我这台车可是劳斯兰斯 你们撞坏的这个前杆 维修费啊 起码得十万 这样吧 五万 是我没有正确停在车位里面 所以啊 是我的全责 我赔你五万 别哭了 妆都哭花了 来 拿着 你对你爱人的不离不切 我很感动 人生啊 难免会有坎坷 但是你一定要坚强地走下去 如果医药费不够的话 还可以来我公司上班 年薪啊 二十万 还可以提前预支 战总 我能提前预支吗 你 被解雇了 为什么呀 还需要我调监控吗 来 还和一千一样 三块钱 这卡里面还有多少钱 不用担心 还有很多呢 老板 多少钱 十五 十五 他那个怎么才三块 之前有个活动 我给他办了个卡 什么活动 我也办你的 活动就要结束了 哦 给你转过去了啊 你这卡不能用了 怎么不能用呢 我昨天还用了 你确定吗 不好意思 我媳妇刚来店里帮忙 我来帮你做 好了给你 忙忙碌碌碌多少春秋 为了儿女吃起了苦 谁让你把它扔掉了 这都坏了 留着干嘛 哪来 我说能用就能用 你不就是想做好事不收人家钱吗 可你不看看咱店都成什么样子了 下个月房租都交不起了 可惜而在外不能左右 还可以钱一样吧 来 我给你刷卡 给 你先做 我这就去给你做饭去 身体健康牵挂我心肤 我说怎么老实话呀 原来坏了才能用啊 嘘 也不差这一碗 老板 钱给你放这了啊 老板 你钱给多了 没给多 你的善良 我替你买单 毕竟我赚钱比你容易 来 大哥 喝茶 诶 这不是长冬吗 大哥 你记性真好 大哥 你还记得我啊 我对你印象挺深刻的 好样的 皮哥 我爸的病情啊 越来越严重了 家里实在是筹不到钱了 你看能不能先借我几万应用几啊 兄弟 不是我不帮忙 我最近手头也挺紧的 要不你再找别人问问吧 皮哥 能借的我都借了 我这是实在也没办法了 钱我是没有 你要不忙 坐下来喝杯茶吧 皮哥 打扰了 我先走了 诶 把你查试拿走 我这不缺水果 诶 我看这桃子不错 让我尝尝 大哥 这又啥好吃的呀 过两天 我去国外给你搞点镜头的 挺甜啊 大哥 你要是喜欢吃的话呀 我回头再给你送点 我就先走了 嗯 等一下 等一下 这桃子呀 我不能白吃 这是我吃桃子的钱 不不 大哥 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 我们又不是很熟 我们是不熟 但是啊 我敬读你的为人 总之啊 我想把大哥手里那个活 借过来自己干 那这不是好事吗 皮特 可是 咱俩还有啥不能说的吗 是不是缺钱了 可是 这几年啊 我也存了十几万 你要用的话 尽管拿去用 兄弟 等我成功了 咱俩一起享福 这人生啊 哪会有什么一帆风顺的 在你最落魄的时候 最珍贵的 就是在你身边 不离不弃的那些人 我愿意在你落魄的时候伸出援手 是因为我相信 你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我更相信 一个重情重义的人 运气一定不会太差 拿着吧 谢谢蛋哥 快去医院看看叔叔吧 蛋哥 那我们的项目 连几万块钱都拿不出来 还跟我谈什么合作啊 蛋哥 我不是拿不出来 我只是 只是不想借给长东是吧 皮蛋 你记住 人生在世 再穷不能骗朋友 再富不能万恩人 树高千尺莫忘根 人再辉煌莫忘本 我们不一定非要做一个风度翩翩的君子 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做一个 万恩负义的小人呢 饮水思源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受人恩惠 也因莫尺难忘 从黑夜到黎明 不管有多难 坐着只会让我 变得更加坚强 哎你干嘛呢 少管鞋子 这是你的车吗 你干嘛呢 不是我那是你了 你们在我车旁边干嘛呢 哎 这是你的车吗 是我的车 车窗都没关 可别粗心大意了 下次注意点 谢谢你啊 兄弟 不用客气 什么是你 我招就带我去医院看病 这里不好打车的 我送你吧 这车 这车 我们实际上太脏了 没事快上吧 谢谢 谢谢你老板 儿子 要不咱别去了 爸 你放心 这次就算早过麦天 我也要把病给你治好 哎 我怕拖累你啊 到了下来吧 是眼底 多小 和从前一样 牵你温暖手上 兄弟等一下 不在我身旁 多清风 我这里有一些苹果 给大爷吃吧 祝大爷平平安 一切顺利 谢谢 哎 我愿用我一切 还你岁月长流 一生要强的爸妈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妈 哎 怎么这个时候回来呀 是啊 冬子不是说你婆婆身体不好吗 要去你家住一段时间 你现在过来 谁照顾他们呀 哥 别提了 常东东没和我商量 就把他妈接过来 跟我们一起住 你是不知道 那老太太身上 又脏又臭的 我看见他就想吐 你不想吐 他今天要不把他妈送走 我就不为那个家住了 闺女啊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丽雅 你做的真好 你婆婆她活该 她就不应该拼死拼活 每天洗衣服做饭带孩子 一天到晚忙里忙外的 给你们看完老大看老儿 她现在老了 需要人照顾了 她活该被人嫌弃 就是 你哥说的没错 妈 你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将来你嫂子嫌弃我 你给我找个小黑屋 把我赶出去住 妈 如果嫂子将来对你不好 我立马让我哥跟他离婚 你敢对你婆婆不好 你就不怕常东跟你离婚 哥 你别看他平时人五人六的 就算欺了一百个胆 他都不敢 你真以为常东是怕你啊 他那是爱你 尊重你 你不要拿着他对你的爱 当作你肆无忌惮的筹码 去毫无底线的伤害他的家人 这样下去 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如果有一天他忍不下去了 给你闹到离婚的地步 到时候 你就把我们家的脸面给丢尽了 世上只有妈妈好 可是这好婆婆实在难当啊 丽雅 咱妈说的对 婆婆这个角色 她是一个默默付出 完全不求回报的 咱们做人啊 要懂得感恩 你拍拍胸口 默默良心 你婆婆这些年亏待过你没有 你也是有孩子的人 有一天你也会成为婆婆 你就不怕你婆婆现在的处境 成为将来你的处境吗 长东你来了 妈 哥 长东来了 哥 我是来接丽颖回家的 丽颖 回家吧 我把咱妈送回老家了 长东 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妈 对不起 我错了 那你说你错哪了 我不该不经过丽颖的同意 就把我妈接过来住 我更不该惹丽颖生气 你是错了 错的还不轻呢 错就错的你不该惯着她 错就错的你们一家人不该对她那么好 最大的错误就是你们什么都医着她 顺着她 对 都是你给她灌的一身臭毛病 妈 丽颖 今天这事你要处理不好 以后就别叫我妈了 妈 你别生气了 我知道错了 我现在就去把我婆婆接回来 丽颖 你记住 婆媳婆媳和和气气 家庭和睦才是最大的福气 哥 我知道怎么做了 老公 咱们现在就去把妈接过来 好 表哥 小斌 你怎么来了 我放假了 今年高考成绩怎么样 别提了表哥 你所普通大学我都不想上 我想来一招打工赚钱 不想上学 你爸妈知道吗 他们 知道 再说了 我已经长大成年了 我的事不用他们管 我自己可以做主 那行 我让小凯带你 跟我来吧 干一会儿默默计计的 能不能有的效率 如果不是你表哥让我带你 早就让你走人了 赶紧干回去 干住 他毕竟是你表弟 我们这样对他 是不是不太好呀 你不了解他 他呀 从小就娇生惯眼 你不让他吃点生活的苦 他就不知道校园的珍贵 更不知道知识的重要性 你去吧 我心里有数 好吧 这个月大家表现都不错 来 发工资了 凭什么我都这么少 什么 就你嫌少呀 谁给他做涨水盖去 表哥 我辛苦工作一个月 就给我这么两工资 怎么不满意 那个小凯天天就会支手画脚 为什么他一年几十万 那是他有那样的价值 我愿意给 他整天转的跟个二五八万一样 工人们没一个人喜欢他 你为什么不开除他 我开除他 在这个工地 你知不知道 只有他懂图纸管理 质量把关 我把他开了 谁来接替他 你吗 相反 如果把你开除了 找一个像你一样 没有学历 没有技术 只会干苦力活的人 很容易 小斌 我知道说这些你都不爱听 可这就是现实 在这个复杂的社会里 人都是靠本身吃饭的 你没有文凭 你拿什么和别人竞争啊 表哥 你不也没读过什么书吗 这不照样当老板了 我就不能学你吗 有的人读了书 还不如你呢 你只看到那一百个读书 没成功的那一个 却忽略了读书成功的九十多个 我当年家里条件差 上不了学 读不了书 出门创业室 我在马路边睡过多少个夜晚 因为应酬 我喝酒喝了多少次未出现 这些你都看不到 我当年没有选择 可是现在你有选择 你要珍惜 你要珍惜你父母辛苦 供你上学的机会 你只有把书读好了 才有机会去选择更好的生活 而不是让生活选择你 表哥 我知道了 我要去上学 向前走 明明的那道光 会越过黑一暗 进 丹总 我在公司门口捡到一个钱包 准备了一下都说是您的 您打开看一下 是我的 是我的 你没打开看看 没有没有 不是我的东西 我从来不看 嗯很好 放过对错才知答案 活着的勇敢 怎么了 还有什么事吗 那个 丹总 我想提前预制三个月工资 我家里边啊 不用说了 不是的丹总 我爸他突然就 喂 张总 你快到了是吧 好 我现在让人去接你 丹总 来你先吧 我回去工作 嗯 好的 哎 等一下 等一下 刚才的事情不用说了 小刘 你让财务给他预制三个月的工资 好的 丹总 谢谢老板 那我先去工作了 你等一下 你十斤不眉 这是公司奖励给你的 以后好好干 什么 爸的病现在严不严重 放心 钱的事情我来想办法 你在医院好好照顾爸就行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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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总 丹总 这个钱我不能要 这是我应该做的 拿着吧 不要有任何心理负责 这些钱以后慢慢从你工资里面扣 现在判断标 来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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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回来了 今天去逛商场 看到一件西服挺好的 你说你在外面谈生意 也没几件正式的衣服 我就给你买回来了 快试试 挺合身的 还是你有眼光 多少钱啊 你贵这么便宜啊 还是有家底 你买这么贵的东西 你配用这么好的东西吗 不贵 小牌子一百多块钱 一百块钱 你好意思给我儿子买 穿出去不丢人吗 妈 谈生意人家并不只是看你穿什么 再说了 这是丽颖的心意 你就少说两句吧 什么心意 说白了就是小气 一百块钱就把你给哄住了 你咋那么好骗呢 是 我是骗他了 我骗他说这件衣服一百块钱 其实这个是大盘定制的媳妇 一件要三千多 并且我也没花你儿子一分钱 净吹牛 你又不上班 哪来的钱 你以为我就是一个 只会在家做饭媳妇的家庭主妇吗 那种伸手要钱的日子我过够了 我自己做兼职 赚钱自己花 有问题吗 你 你看看你娶的好媳妇 妈 您别生气了 我去好好说说他 一会儿啊 晚饭就麻烦你来做了 哎 他人呢 正反思错误了 笑样 还给我盖子盖 妈 这菜有点淡啊 留下锅吧 臭可是吃吧 哎呀 丽颖做的都刚刚好 还是丽颖做饭好吃 丽颖做的都刚刚好 还是丽颖做饭好吃 啊 妈 我没事找事 我不乐意 可丽颖花钱贵了 你说他浪费 贵一人呢 你不喝的小气 你看你的 不是没事找到吗 他在 他在 这说白了 这根本不是钱的 是你打心你而已 等于你们更有意见 被挑射的感觉 谁都不会舒服 妈 你也该很醉 你没事吧 可肉梦初心般的两首空空 丽颖什么 哎呀爸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想喝水跟我说呀 你看你把这搞的 坐着我给你拿 以后想喝水跟我说 先你作业 妈妈爷爷怎么了 还能怎么样啊 这碗都不知道给我摔多少次了 敬给我添乱 好好给我写你作业 好好给我写你作业 哎儿子 今天你爸生日 咱们一会上街给他买个礼物 给他一个大大惊喜好不好 好的妈妈 那我收拾一下 咱们一会就出发 咦 咦我给他爸送什么礼物好呢 哦 对了 就送那个 来爸 吃点这个 老公 今天是你生日 祝你生日快乐 我呢给你买个手表 你看喜不喜欢 这么好看 这么好看 你不说我都忘了 谢谢老婆 爸 我也给你准备的一份小礼 给 木质碗 谢谢儿子 爸 我也给爷爷准备的一个碗 爷爷总是说话家里的碗 惹妈妈生气 现在不用担心了 木质碗不会摔碎了 那我也没摔坏过碗啊 你为什么要送我木质碗啊 爸 等你老了 你用这个木质碗吃饭 就不怕我老婆骂你了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这是他的青春留下 留下来的三文诗 这十年后我看着泪流不迟 这十年后我看着泪流不迟 陪我多少年风和雨 从来不需要想起 永远也不会忘记 爸先一会吧 吃馒头 爸喝水 给我回家 没有你哪有我 假如你不曾养育我 给我温暖的生活 假如你不曾保护我 我的命运都不失望 我的命运都不失望 她今天必须跟我们回去 爸 大小姐 大小姐 我们是来见你回去的 爸 我不走 只要我女儿不同意 我看你们谁敢动 叔叔 我们借一步说话 叔叔 您女儿现在正是学业的关键时期 以您现在的情况 您觉得您能给她更好的生活条件吗 如果您是真心的为她好 那就放手 让她回去吧 回到我们董事长身边 这些钱你拿着 你走吧 爸 爸 你看没了爸 你爸 爸 你走吧 你离开这个波莱坞吧 爸 我不走 我死也不走 你当年不是说了吗 那我考上大姐 就带你去成为过好日子 爸 我看没有爸 你走吧 你走 爸 爸 大小姐 跟我们回去了 大小姐 我们回去了 哈哈哈 真的很难缺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 哈哈 小小姐 我们走吧 哈哈 哈哈哈 爸爸 我女儿呀 我女儿呀 爸 吃鸡子 你吃 我现在还有呢 你吃